中国对台的武力侵犯从来没有放弃过 那接下来美国该怎么应对台海危机 我们请数据来告诉我们 国际局势带大家来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的时候示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过去十年的执政之下 是变得咄咄逼人 再也无法接受现状 正在寻求可以在他任内统一台湾更快的时间表 方法可能是从和平强制强力手段来步步进阶 那英国的国防部则是警告了 中国正在重金招募英国的飞行员 而且目前已经有三十名退役的英国飞行员 前往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 这个消息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那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则是说我们要把自己顾好就好 对退伍的人员我们有管制的方法 那中国对台的情势 任何的事情都要加以研判的 不过时逢这个中共二十大两岸的情势 非常的敏感 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讯息 指出说我方空军四架F16战机 在例行训练当中突然朝海峡中线飞去 还与地面失联 不过对此国防部是强烈的谴责 表示这个内容是子虚乌有 完全不实 是有心人士在刻意散播假消息 中共对台的文攻武嚇不择手段 那我方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了 彭防部于19号就进行镇江操演 彭防部的营长则表示 中共的无人机其实近来是频频 侵扰外离岛的空域 如果有进到营区的范围就急落 那积极的应处中共威胁